打开用户的登录页面的十足文件 在用户名这个文笼框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input试价 用oninputusername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这个试价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密码字端的上面 也给它绑定一个input试价 用oninputpassword这个方法来处理 在这个登录的按钮上面 我们给它绑定一个tap试价 用ontapsubmitbutton这个方法来处理一下 点按这个登录按钮以后发生的事情 再打开这个登录页面的逻辑文件 去定义一下试图上面需要用的这些试价处理的方法 我们可以现在页面上去添加两个数据 添加一个username 默认的直线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再添加一个password 默认也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然后再去添加一个oninputusername这个方法 在用户名字段里面去输入内容的时候 我会触发执行这个方法 它接受一个invent参数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nest set 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username这个数据 对用的值就是invent detail下面的value这个数据的值 它就是用户在文母框里面输入的那个具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份这个试价处理方法 修改一下方法的名字 oninputpassword 设置的数据是password 这样当用户在用户名还有密码文本框里面输入内容的时候 小程就会实时地去把用户输入的内容 记录在页面上面的username 还有password这两个数据里面 最后我们可以再去定义一个ontap submit button这个方法 按下登录按钮以后会出发执行这个方法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把页面上面的用户名还有密码 输出到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 然后在模拟器上面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 输入用户名 再输入一个密码 按一下登录 这样会把用户输入的用户名还有密码的内容输出到我们的控制台上 下面我们可以去利用这些数据去请求登录 请准备